大家好,我是Tia,又见面了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日本的购物分享 那我前段时间呢,去日本旅行 然后我又买了很多东西 那我今天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都买了什么 那我所买的东西呢,主要来自两个地方 一个是百货,一个是药妆店 那日本的百货呢,我去的是大碗百货跟高岛屋 这两个百货商店呢,我去的是大碗百货跟高岛屋 我记得是买满多少日元之后是有95折优惠的 具体多少我不清楚的,反正大概可能是5000还是4000 我不太记得了 然后药妆店呢,一样也是买满多少日元之后 也是有一个折扣的 那在百货还有药妆店所买的东西呢,都是可以退税的 但是要达到它的退税的金额都是5000日元 日元就是300多人民币而已 我相信女生买满满应该很快就能买得到 对日本的购物有几点我想先说一下 其实在日本买东西的话我觉得是很方便的 很多人说不会日文怎么办 其实我想说90以上店里都是有会说中文的工作人员 像百货里基本上很多柜台都是有中文的导购 如果那个专柜里没有会说中文的话 其实我觉得你说一些简单的英文单词也能懂 或者加上一些肢体语言 店员其实都可以明白的 我觉得在买东西的时候语言完全不是一个障碍 在日本购物的时候我主要的付款方式是刷银联卡 你也可以说提前换了现金去用现金 但其实除了刷卡之外 现在日本的药妆店百货里面都可以用支付宝跟微信 所以说其实你没有带那么多现金去买东西都没有什么关系的 然后刷银联卡我觉得比较方便是因为你还款的时候还的是人民币 当然你也可以刷Visa 但是Visa的结算方式是美金 如果你是要用人民币去换了美金再去还那个钱的话 我觉得就有一点失亏了 接着说如果你是要还人民币的话就刷银联卡就好了 我觉得在日本买东西的话女生真的会很容易疯狂 因为那些东西真的会让你有种失控的感觉 好那废话不多说现在就开始吧 那首先就先跟大家分享我在百货里买的东西好了 现在我就在Albion的专柜买了那个健康水 这个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然后除了健康水之外我还买了两个这个解面罩 因为我这个解面罩很喜欢用 用起来也蛮快的 所以我就买了两个 这是我在Albion家买的东西 接着呢我就去指尊秀的专柜买这个美笔的这个补充妆替换妆 然后4号呢就是Seal Brown 接着呢我就去了苏库的专柜买了他们家新出的粉霜 还有隔离 我相信苏库家的产品大家应该也听过不少 我一直对他们家这款粉霜非常的种草 然后我这次去日本 我想我就亲自去试一下怎么样 然后我买的4号呢是102 当时候买之前在网上有做过功课 我看很多人都是买101 可是我当时候在店里试的时候 我发现101对于我的脸来说上脸真的有点太白了 102呢就上脸之后就是偏自然一 说个体外话 我觉得日本的服务真的是挺好的 就是它给你上妆啊什么都非常的细致 非常的耐心 这个隔离呢是我试这个粉霜的时候那个店员给我上的 然后上的时候我觉得配合起来用出来的效果还不错 然后那天我是早上去买的 所以那一天下来的妆就是我用了苏库的这个粉霜 粉霜用下的感觉我觉得非常的舒服上脸 然后它一点都不会暗沉 这是我真的是体会到不会暗沉 后期的话我给大家出一个这个的测评好了 接下来呢我就买了一个CoverMap家的遮瑕膏 这个遮瑕膏好像也是在网络上非常的货 我买了一个是芯一个是壳子 我已经把那个芯装到这个壳子里了 这款我相信应该也很多人知道吧 我买的色号是O20 就是也是比较偏自然色一点的 我当时问店员的时候 我说你觉得我适合哪个颜色 然后他就推荐了说这个O20 而且还说这个色号呢是比较popular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就比较适合拿来修饰一些黑眼圈跟瑕疵的一个颜色 接下来呢就是一个资深堂的眼霜 本来是想找我一直用的百优的那个保湿眼霜 但是我发现我没有找到 然后我就看了百优系列下面的这个颜色的眼霜 应该效果也差不了多少 然后所以我就说那我就买一瓶 百货的话我是在京都去了大碗百货 然后在大阪去了高岛屋 在京都的时候我觉得百货的人相对来说比较的少 然后就是无论是选择东西啊 或者挑选东西你都会觉得比较的轻松吧 然后在大阪的时候呢 就百货里商店里就特别多人 然后人挤人 然后付款也要等一等 个人是觉得在京都的百货里买东西的时候 相对来说感觉比较的舒服 下来所有东西都是药妆店买的东西了 我主要去的药妆店呢是松本清 其实在大阪有很多药妆店 一个药妆店其实很多产品都类似的 我选择松本清的原因是因为它比较的知名嘛 也比较大 然后牌子呢也比较的齐全 我是大概是去了应该有三次药妆店 因为每一次买完之后 结完账发现哎还有东西没有买 然后第二天又再去一次就处于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总共大概去了三次这样子 然后买了很多杂戏杂发的东西 那我接下来就跟大家一一分享 在药妆店结账的时候 如果你选择免税的话 工作人员都会给你这样包装起来 就是他会给你绷上的 意思就是你离开日本之前你都不要用这些产品 首先我就买了这个叶齿的酵素 那这个酵素是金版的 大家应该都知道它之前都是有一个蓝色的版 后来呢有一个橘色的版本 再后来又有一个粉红色的版本 说里面的酵素有提高 反正因为当时候想着过年要吃很多东西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说备着好了 刚才那个叶齿酵素呢 我还买了四瓶这个加快耳脂质代谢的这样药 这个药我当时好在微博上看到的 然后据说是目前比较火的一个 可以加快你代谢的一个产品 就俗称应该说是减肥药吧 反正日本类似的这种产品非常的多 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款呢是不同功效的 它的建议呢是不要混在一起吃 就是你一个月呢就吃这一种 然后吃完了这种再换下面一种 这款呢它是针对腹部级便秘的 粉红色的这一款呢 它是减腰部跟手臂脂肪的 橙色这一款呢 它是减大腿的脂肪 然后改善腹肿的 蓝色的那一个呢 就是改善手脚冰凉瘦小腹改善腹肿 它上面写说呢 就是如果你想减什么部位 你就吃哪一个 然后这四款呢也可以搭配 只不过是你必须是一个月只吃一种 然后下个月再换另外一种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买的就是这个OBAGI这个牌子的 维他命C的精华 这个精华我之前也是在微博上种草的 据说它针痘痘啊 痘印啊 还有一些毛孔啊 美白啊 功效都非常的好 看别人测评的时候就说 一开始买食 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是可以接受的 有的会怕你说浓度太高 你的脸接受不了 所以我就觉得从10开始用好了 我买了这个Pair的痘痘膏 我买的是大直的 反正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 觉得这是很 很火的一个药妆的产品 下来我买了好几款睫毛膏 首先就是这个KISS ME家的睫毛膏 这个我觉得不用多说了 反正我是一直很喜欢用这个睫毛膏的 下来买一个LEUN我也不知道怎么念 这个睫毛膏 因为我当时候是也是看别人推荐的 说它出来的那个效果比KISS ME还要好 所以我想说那我就试试看好了 接下来我就买了一个美宝莲的睫毛膏 我当时候买的原因 好像是我觉得它的那个刷头很特别 就是跟我们平常刷的那个刷头 长得不太一样 它是从粗到细这样子的一个分布嘛 所以我就说那我买来试试看好了 接下来啊 又还买了一个Kate家的这个睫毛打底膏 这个我就也不多说了 接下来就是这个防晒乳液 这个防晒乳液我一直都在用 我这回就去自己买了一个金色的板 买了一个银色的板 反正就一直都在用 我觉得蛮好用的 接下来就是这个毛血斧姿的洁面乳 然后这个应该也蛮火的吧 它除了这个乳之外 它也有那种粉 我觉得乳用起来可能比较的方便吧 所以我就买了这一款 接下来买了一个Coast的这个基底液 这个基底液我特意把那个宣传单留下来了 我到时候就是好奇嘛 我就站在里面看 好好一个工作人就过来了 就是说跟我介绍一下 然后他就是会说中文的 然后他就把他的那个宣传单递给我看了 就是它是一个基底的精华 它主要改善的就是皮肤干燥啊 有斑粉刺啊毛孔啊细纹这些混 然后他跟我说这是刚推出没多久的 是好像说才是上个月新推出的产品吧 如果你需要补水的话 你都可以用这一款产品 它当时候呢是滴在我手上的湿 然后涂完之后再抹爽肤水 它出来效果就是那个手就感觉非常的湿润 非常的保湿 这样子呢就是长成这个样子 这个瓶身是这个样的 我觉得还可以 它的效果出来我个人觉得还不错 接下来我就买了一点面膜 其实不是很多 我主要是想试一下 首先我就买了这个非常火的凡尔赛的面膜 我一直听闻这个面膜非常的火 然后我也一直没有买 这次我去买了 然后我已经用了一片了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用 而且它是属于那种敷完之后 那个脸不会黏的那种 我就非常的喜欢 然后它的纸也非常的好 非常的贴合肌肤 精华也非常的多 非常的水 我觉得用完之后我一定是会回购的 这个面膜超级超级的好用 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 虽然它的价格会比别的面膜贵 但我觉得敷的感觉跟敷完之后的效果 都是我很喜欢的 接着呢我买了这个樱花的面膜 这个面膜应该大家看样子都知道了 它很火的是一个蓝色的还有红色的 然后这个粉红色是因为樱花限定的嘛 这个面膜我也用了一个了 现在呢就是有很多的精华在那里 那这个用完之后呢就要洗脸 就会它的脸会感觉到黏的 我觉得效果也还可以 反正就是一个补水嘛 接下来买了一个很好玩的面膜 就是这个猫猫的面膜 就是它每一个出来是猫猫的形状的 我当时觉得这个外包装很可爱 我就买了 效果就是很普通的保湿的面膜 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但是我敷的时候我突然看见它的那个产地呢是made in Korea 就不是日本产的是韩国产的 接下来买了Kate家的这个眼线胶笔 然后这个眼线胶笔好像是新出的 是在店里看嘛 然后看见它新出的 这个呢是它会送一个唇釉 是一个限定的一个套 我觉得没必要说买两个套盒 我就多买了一支单独的笔这样 他买了一个这个DHC家的唇膏 这个唇膏好像真的是挺火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火 我就说买了试一下 因为每一个药妆店的门口放的都是这个唇膏 我都很想这个唇膏这么火吗 大家好像就随便在那里捞这样 我就买了一个试试看好了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非常火的玫瑰的这个洗面泡沫 这款洁面泡沫在出之前就在微博上就已经很火了 因为它挤出来是个玫瑰花形 我买它原因是因为在店里我看它摆在那里 然后那个牌子也很大 好像是挺火的 然后我说我也知道 所以我就买来试试看好了 大家买一个这个口红的防吊色的这个膏 这个呢是Coast家的 我当时也是在随便乱瞄的时候看到 它就有点像Raymo家的那个 还有Anna Su家的那种 就是说你在唇膏上面再涂一层这个胶的话 唇膏比较的着色 然后不那么容易掉色 我当时就说买一个试试看好了 这个也不贵 就很便宜我就买了 接下来买了一点眼药水 这两个应该不算眼药水 它是叫戴隐形眼镜用的一个底液 因为我是要戴隐形眼镜嘛 然后有的时候眼睛会干 就在那个隐形眼镜上滴一滴 这个眼睛就会舒服一点 我就买了两个这个 买了两个眼药水 这两个眼药水应该也是蛮火的 反正就是那种看电脑啊 然后可以解决你的疲劳啊 然后之类之类 然后修复的这样子功效的一些眼药水吧 反正一个是这款 一个是PC的这一款 接下来买了一个这个美肌粉 这个美肌粉就有点像那种护肤粉 就是反正就是不用卸妆的 然后它是可以养肤的那个粉 我看日本的街边的广告 就已经有打这款广告 然后我买了这个香味 我不知道是什么香味 因为它有好几个颜色 我就买了一个这个颜色 它是属于那种就是 如果你护肤产品抹多了 然后感觉那个脸油油的 睡觉会感觉会黏着那种枕头的话 你抹一点这个护肤粉 然后它就会干一点 接下来买了一个牙齿美白贴 我这个不是我想买的 是我老公当时候看 然后他说这个好像看着还不错 那就买了吧 反正它就一个塑像美白的牙贴吧 就是贴牙齿的 效果怎么样 我又不知道 我也没用啊 接下来 还有 接下来买了两盒这个月威的眼膜 其实这个呢我本身没有买的 说后来在微博上有个妹子跟我说 一定要买这个月威的眼膜 因为真的是很好用 然后我就第二天我又去药妆店去买了 之前我也没有用过眼膜 所以说那就用用看好了 我就买了两盒 接下来买了这个索菲娜的一个保湿的妆前乳 我相信很多应该知道同样颜色的那款 然后它是有点像涂摆叶式的那样子 那个呢是因为是比较的控油型的 我现在肌肤是比较干 所以我就买了保湿型的这一款妆前乳 因为我看它也是在那个排行里面 也是前三名嘛 所以我就说买一个试试看好了 接下来我就买了这个发膜 这个发膜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 我是选择了正常发质的那一款 就是这一款发膜它是根据发质分了三款 一个是细软型的 一个是正常发质的 一个是粗硬发质的 反正我就选择了正常的这一个 我买了四盒 刚才那些药妆的东西呢 我都是在松本清那一家药妆店买的 好接下来这两个产品呢 我是在别的药妆店买的 因为我当时候主要是先看到这个 LB家的眼线胶笔 之前我一直让我朋友在香港给我买嘛 然后他们都说买不到 然后我在日本的时候一开始也没看到 后来呢是经过一家店瞄到了 然后这一款跟我之前用的那一款还不太一样 这一款是新版 反正我还没用 我就是因为看到 所以我就买了 最后呢我买了一个哈巴家的这个要用美白的美容液 然后当时买的时候它上面贴的标签也是说很火的一个产品 这一款那个店员跟我说它也是用在化妆水之前的 就是说它相当于也是一个基底的精华液 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咯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的公众微信号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外包装呢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因为用颜色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粉色紫色 一种过度的颜色 然后比较的梦幻比较的星空 那它上面呢是有Ria跟Lolita合作的这样一个标志